而今年在第二次免施入學放榜之後 臺中市好幾所公立高中都還有缺額 其中又是以臺中二中一百零一人最多 讓大家各界感到非常的意外 而相對於雙北市這兩天忙著聯合續招 臺中市多數的學校都說不再辦了 避免造成學生和家長的不便 但還是有個別的學校 像是國立豐原高中 他們決定續招二十個名額 避免在地學生外流 上課時間到教務主任來巡堂 要同學趕緊進教室 這裡是國立豐原高中 上星期二次免施入學放榜後 還有二十個缺額 相較於其他國立高中不再續招 豐原高中決定將缺額補滿 這個區域裡面的學生有很多 他透過一免特招 還有二免的這個狀況 都沒有辦法有恰當的 或是說這個根本就沒有學校可以就讀 所以我在做一個初步的調查 和了解之後 我覺得我們有必要為這些孩子們 提供了最後的入學管道 台中市的國立高中 包括台中二中 文華高中 新大附中 二免放榜都有缺額 其中二中的缺額更高達101人 不過校方表示 因為快開學了 為了不讓學生不安 也避免造成家長不便 將不會辦理續招 學校不用積極的續招 是因為後續的擾動 學生跟教長的分發 不符合社會成本 台中這幾所不續招的國立高中都表示 若辦理續招 報名可能會爆滿 那麼已經錄取私校 市立高中或高職的同學 很可能放棄原來錄取的學校 他們並不願意看到這樣的結果 台中市教育局長則表示 尊重學校的決定 二中和文華 它是歸國教署 主管 所以我們都是尊重學校 我覺得學校自己可以去處理 快開學相較於雙北聯合續招 紛紛擾擾 台中市和高雄市絕大多數學校 選擇安穩過渡 不過面對新上路的12年國教 老師 學生和家長 可能還有很多狀況要適應 記者 邱石培 彭煥群 台中報導